台观光局此前制定了今年会有一千两百万级观光客赴台旅游的目标 不想近日却有官员首度台演 如果路客不来此标准势必要下调 据台媒报道 台观光局表示 此前制定的一千两百万人次目标中 原先设定路客有两百万至两百五十万人次 如果少了路客加持 恐难以达标 倘若下半年台当局仍不开放 路客复台势必要下调标准 但一千万人次一定要达标 根据台观光局的最新统计 今年一月复台旅客仅有59万人次 不到疫情前同期的70% 今年截至3月15日则有近190万名观光客复台 约为疫情前同期85% 其中以日本、韩国及港澳旅客为大总 对此中国国民党名义代表李燕秀指出 台当局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汪国财 去年12月曾下达军领状 称今年不管路客要不要来都要达到 一千两百万人次目标 如今才不到三个月 观光局就以路客不来为由 公然打脸汪国财 有岛内旅游业者批评 过去路客赴台旅游时都是团进团出 一待就是七天 回到全台各地游览 现在东南亚日韩旅客大多待在北部地区 或个人游 对岛内旅游业者的帮助并不大 台当局用再多的数字来美化观光 旅游业者仍然无感 只有立刻解除赴大陆进团令 恢复里亚旅游才是上策 台湾商业总会主席赖正义也认为 赴台旅客回流太慢 若台当局无法开放路客赴台 今年设定的目标铁定无法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